行政院拍板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筹备小组 希望实现总统赖庆德的证件 将目前的体育署升格为部会层级 对此同样将体育部升格列为竞选证件的立法人吴佩毅 特别提出三点建议 曾经为骚受网路霸凌的奥运女子拳击金牌选手林玉婷 声援的吴佩毅认为 体育部成立后应该设立运动外交专责单位 以加强运动外交 并在选手遭遇不公待遇时能够迅速对国际发声 体育署升格为体育部 我们把部会的层级拉高 就是要补充人力跟预算 让我们政府更有能力可以来支持我们的选手 那我们希望未来的体育部里面 有一点很重要是运动外交 是台湾非常好的工具 因为我们选手在国际上都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政府要有能力来为选手争取权益以外 也要增加更多国际的曝光率跟合作 第二点则是希望国手培训能更为灵活 给予选手更多的选择 我们的国训中心这几年在硬体设备上面 有非常大的提升 选手都说很有感 那我们希望未来国训中心里面训练的这个模式 能够更弹性更灵活 因为像现在我们有一些信心体育 例如说霹雳舞 霹雳舞它同时也是街舞文化 是有很多街头的活动赛事 但选手可能因为在国训的期间 他们是集中式的训练 比较难以来参加他们元素街头社群的这些活动 就少了一些交流 可能他的一些技巧啊 创意啊 就少了一些激荡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现在像霹雳舞滑板 都是纳入新兴的奥运项目 未来国训中心的整体的设计 让能够更灵活更跟得上时代 最后则是推展全民运动风气 今年4月捐出选举补助款结余 成立基层运动发展基金的5倍 呼吁未来体育会成立 应该有专门的社区运动政策 参考欧美国家社区俱乐部的做法 从小培养运动风气 带给国民健康 也建立买票观赛的观念 成为运动产业发展的底气 基层体育除了在学校里面的校队 我们希望也可以培养像欧美国家 这种社区运动俱乐部的风气 让每个孩子从小就有比较熟悉 然后有练习的空间的运动 那这个也是让长大之后 整个台湾的运动产业 比较可以支撑的起来 因为运动风气要养成 大家才会养成愿意花钱买票 花钱观看赛事这样子的习惯 我是把我的选举补助款 全数捐出来作为支持基层运动的基金 就是因为我也希望说 大家跟我一样 可能我们都是大赛球迷 大赛的观众 在大赛之后我们要怎么样 在日常当中从基层开始支持 我们台湾的体育环境 让我们更多的孩子 是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台湾之光 吴佩一也认为运动产业的蓬勃发展 能够延长选手的职业生命 同样非常重要 他透露目前正在筹备邀请专家 及民间一起讨论家境冲刺 让运动组织和政策 能够跟上国手的好表现 打造更强的台湾队